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友情歲月》 其實想說的是我們和歌名一樣 這次是我們千華隊中的所有女歌手 所以我感覺到很強的一種力量 我們彼此都很珍惜的一種情懷 來夢跳錯句 來懷念過去 成功到患難日子總有樂趣 不相信會絕望 甚麼感覺都淘汰 經過這段日子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其實除了經驗之外 就是和那位老師認識 然後我就和那位老師開始漸漸熟 而且都會在他們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每一首歌你們看到我們唱之後 其實不只是唱出來的感受 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可以將這個歌表達出來 所以整件事很重要 歌曲非常重要 但重視點是歌後面的感情 這個過程很深很多 很濃的 所以每一首歌都有一個特點 還有一個感受 不幸不可 我何人不捨殺去你 盼望世事總可有傳奇 我想《青心不識》最要感謝的人 是全體團 因為我們十六位歌手 可以有這麼好的表現 不可能是我們一個人的本事 每一樣東西是一層一層一層地踏上去 真是一個很佩服的本事 多謝 總在兩地一層 也等你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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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期 我想說 多謝節目組的邀請 可以和這麼多出色的歌手 在台上高一齊去傳承 還有在裡面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例如Lam哥 李健 都很無私地去和我分享他們的經驗 都會教懂很多東西 真的很感謝他們 好像回到以前七十八十年代 那些人第一次聽到我的歌 接受我 所以我想我要多謝工作人員 到這個年紀 都還可以有些新粉絲 這也是一個大突破 七八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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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因為是作為一個可以演唱粵魚的歌手 不算是第一次表演 但是是第一次用粵魚歌 去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有機會再一次聽到這些 曾經在我童年聽到的這些歌 我再重新去演繹它 我會更加深層地去理解 每一首歌 我長那銀河星星 讓你問我愛過 多謝聲聲不息的觀眾 不知道有沒有唱到他們的記憶當中的那一首 但是聲聲不息的觀眾 對我來說很重要 求你在心中記住我 我願意欣賞我 救我 我愿意欣賞我 我願意欣賞我 我跟他準備好 我願意欣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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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得好